有农户问我啊,这个花生现在已经开始出苗了,出苗以后什么时候浇水?这样一个问题啊,可以这样说吧,花生在苗期的时候啊,实际上是适合干旱一点,但是在开花下蒸期的时候,就需要时度大一点了,所以农户这一块,如果你浇水的情况下,一定要掌握这个原则, 因为苗期干旱一点,适合这个花生根系的生长,旱能生根吗?所有的作物都逃离不出啊,这个规律,但是在开花期的时候,这时候这个花生啊,就需要一个大量的养分,水分供应了,如果你这个时候干旱,水分上不去,同时带来了一个养分,还是上不去,所以说呢,如果你是在这个, 花生啊,开始开花了,这个时候土壤不能干旱了,如果干旱的话,建议我们就浇水,浇水的时候,建议我们可以追溯一点肥料进去,对花生产量提升是比较明显的, 用什么肥料呢?看你的花生长势,如果长势的磕啊,比较弱的情况下,一亩地你可以加三到四斤的尿素,再加五到七斤的磷酸二清甲,追溯进去,如果你的磕长势比较正常,就可以把这个尿素去掉, 如果正常情况下,你的追溯尿素,有可能会造成你这个,花生啊,土壤,土壤以后,那么对产量影响还是比较大的,通过这种方法,来提升这个花生的产量,所以种植物呢,一定要掌握住科学的浇水,科学的施肥的,一些方法。 我们这儿今天下雨了,你看外面的雨,下边比较大,刚才有一个农户跟我说啊,它今年种这个麦茶花生啊,已经出现这个这个黑根了,黑根了,这样就是我们常说的根死地,它一般正常就表现在什么地方呢? 就是,啊,你这个花生的这个叶片啊,中间开始枯萎,啊,中间开始枯萎,啊,中间开始枯萎,枯萎以后,慢慢的变黄了,但是这个变黄和缺氮变黄是两码事儿的啊,缺氮变黄,也是叶片发小,啊,它这个严重就是因为,啊,养分吸收不上去了,因为根系出问题了吗?是吧? 这个根腐冰呢,是这样,它是一个土残性病害,尤其是在花生的,那个种植区啊,这个病害是经常发生的,啊,连年种植发生,就会造成这个,这个发生啊,根腐病会比较严重一些啊,啊,防治这块呢,一般情况下,你可以使用那个甲肠鹅米铃,啊,去关根,啊,这个还是比较好的啊,啊, 去关根就可以了,啊,最好呢,是在里面再加点生根剂之类的,因为毕竟它根系出问题了,是吧,你加了生根剂以后,在这根系的话,有触发的再生生根,啊,然后,把土壤的病菌呢,给它杀灭掉,这是常见的这个根腐病啊,啊,但是有一种K根,啊,但是发生机率比较小啊,就是除草及要害造成的,啊,你好比说啊,我们那个小麦田用那个本黄龙的, 这个除草剂,啊,往往也会造成这个发生啊,出现这个黑根这个状况,啊,这是要害造成的,这个呢,解救方法啊,相应说就比较难办了,比较难办了,啊,建议就是说,你在,你如果你,你下肠准备种花生的情况下,尽可能呢,别用本黄龙除草剂,啊,就可以了,啊,去避免风险这些块儿, 但是一般的黑根,啊,都是因为根腐病要成的,所以东西库呢,在这一会儿呢,以后要多注意了。 今天给朋友们说一下啊,我们这个玉米啊,什么时候空旺,啊,这个空旺的时间点,如何去把握这个问题啊,啊,有些人要么就是打空旺剂打早了,要么打晚了,效果不好。 啊,正常情况下,玉米是在六到十页,这样的一个时期是比较好的,我们先说一下,为什么要打空旺剂,啊,因为玉米使用空旺,又要以后呢,啊,能使这个玉米呢,这个阶间变短,啊,碎位往下降,啊,起到一个抗倒服作用,啊,另外一个呢,就是,啊,能够空上,促下,空上就是,啊,把它阶间变短以后呢,植株降低, 粗下呢,就是促进这个玉米啊,它这个根系的生长,啊,根系好了以后,一个是抗倒服,再一个呢,就利益我们这个水肥的吸收,这就是使用这个玉米空旺剂的好处。 所以说呢,你在六页到十页新,这个时候呢,正是玉米啊,它这个生殖生长开始发生的时候,所以说你这个时候,使用这个玉米甜这个空旺剂,啊,效果是最好的,啊,效果是最好的。 这段时间,这个玉米啊,特别是麦产玉米,啊,我看基本上都已经出苗了,出苗以后,我们下一个阶段呢,这个玉米的高产管理的话,农户要注意一件事,啊,就是, 即时去发现,是不是出现那种,缺苗断笼这种情况了,啊,因为现在这个,啊,玉米经波比较多了,比较多以后呢,这个,这个,啊, 缺苗断笼现象也相对的开始出现了,啊,缺苗断笼有时候并不见得是种子原因造成的,啊,好比说干旱问题,啊,或者是我们这个地下害虫的问题, 你像地下害虫这一块,这两年,你这个卖茶,卖糠,造成的地下害虫,啊,偏重发生的事儿还是比较多的,这个也是造成你缺苗断笼,那个,一个问题的所在吧,所以农户,啊,一定要注意了,啊,只要你出现这个缺苗断笼,如果你是大面积发生的情况下,你肯定要及时的去补种,如果不是大面积发生,嗯,建议你最好不要去补种,因为你个别的发生, 发生以后,如果你补种的情况下,那么你新播种这个玉米啊,比这个,以前播种玉米,至少在半个月,差别半个月,出苗一会长起来以后,你其他的玉米已经长高了,啊,这就会造成啊,我们常说的大苗,起伏小苗,所以说你新补这个玉米种子啊,这个玉米种子啊,这个玉米种啊,肯定产量不高,怎么办呢,啊,实际上,最好的办法,我们还是结合我们这个煎米苗, 好比说,有时候有些地方稠辣,啊,间接过于小了,你把当中这个苗给它剃掉,剃掉以后呢,你把这个苗再移栽到那些缺苗的地方,啊,通过这个方法,去来那个,啊,提升我们每亩的,啊,母株树,啊,来提升产量,啊, 现在关于玉米除草,啊,是用苗前好,还是苗后好,这个现在基本上已经不用去讨论了,啊,苗前除草剂现在用的人越来越少了,说实话,还是因为不方便,但是用苗后除草剂,问题又来了,啊,什么时候用,啊,这个有时候,往往我们有些种植户啊,把握不住,这个用这个除草剂的时期,往往会造成,要么你操啊,你防着不住, 草量大了,或者是,你防着过早,用了过早以后,对你这个玉米苗会造成一些危害,你包括这两年,我看有些厂家,除草剂厂家在宣传他们这个除草剂对苗安全性问题的时候,宣传就说,啊,我们这个玉米,这个除草剂啊,你在,啊,10月以后,你在用,啊,也没事儿,但是你别忘了,你玉米如果长到10月以后, 你在用除草剂,但是你这个杂草的草令就比较大了,比较大了以后呢,你用除草剂,防止草的效果就不好了,所以正常情况下,建议啊,我们玉米在三页一新,到五页一新,啊,这个时候去用这个玉米田除草剂,一个是对米苗,不会造成任何的危害, 再一个呢,杂草这个时候,基本上正处于一页,或者两页一新,这个时期,草量比较小,啊,如果用除草剂的话,除草效果比较好,但是有些,可能担心啊,就是说,这么早我去用除草剂,会不会出现,就是说,杂草还没有长齐,啊,没有长齐的情况下,会不会受影响,但是你这个你倒不用去担心的啊, 基本上我看现在市场上卖这个玉米田除草剂啊,然后的,还有带有风沙性质的,啊,即便这个草出不齐的情况下,问题也不是很大